我们经设因果记事级身体疾病问题系列 当无常来宁时该怎么办 以下为一位有缘人分享来玩照灯 我在医院工作 好几次遇到恶性肿瘤患者前来检查 看到他们整个组织都凹进去且干瘪掉 那个样子真的很可怕 学姐说这是癌细胞抓住周围的组织产生的 可是患者外表看起来都很正常 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得了恶性肿瘤 每当看到这些患者 我的心里总是很难过 妈妈在我国二的时候出车祸 便重度缠障 当时昏迷指数是3 情况非常严重 脑部开刀后 智商降低到小孩子的程度 回想起我国二下课的那一天 一直等不到妈妈来载我 只好走路回家 到家后看到铁门拉下来 灯光也没有开 爸爸和小弟坐在店里一直哭 那时候我有不好的预感 我问爸爸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崩溃的大哭 且告诉我 妈妈出车祸了 听到这个噩耗 我也忍不住哭泣 这是我小时候最伤痛的记忆 以至于长大后都不敢再去回想 妈妈出车祸前 我正直叛逆期 常常跟他顶嘴 唱反调 出车祸以后 这件事就成为我心中的遗憾 虽然现在的妈妈生活都能自理 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也很天真无闲 但以前的妈妈终究是回不来了 我现在只能加倍地爱护妈妈 让他快快乐乐地过完下半辈子 我的阿公在我大学时 罹患黑色树牛 但他二十年来靠着吃全树 以及整天念佛号 阿弥陀经 金刚经 药师经 地藏经 不做化疗 只打抗生素 让一度扩散到 肝脏的癌细胞 全部自动消失 医生还为此 哲哲称奇 写了论文发表 但是我在大学毕业后 被朋友骗钱 负债一百万 阿公知道以后很生气 影响到他的心情 有一天走在路上 一不注意就出车祸 虽然只是轻伤 但是从那天起 阿公的癌症病况 就急转直下 一年后 竟然就往生了 这件事在我的心中 也成为一个永久的遗憾 阿公去世之后 我想学佛 却接触到各式各样的 父佛外道 修编了一年 导致各种干扰和不顺 现在想来真是后悔 学佛修行要走正道 修正法 才不会堕落修编 蒙佛菩萨保佑 前年初 因为后肩膀 剧烈疼痛而有机缘 到牟尼金蛇寝室 我一直感觉是阿公 冥冥之中的牵引 两年多来 开释了许多业障 因前世 以诈骗为业 有家族骗钱的贡业 十几条私报业障 祖先超度以及超度阿公到中天进修院 还有爸妈的业障等等 业障虽然很多 但我并不害怕 因为有佛法就有办法 能开释出来 代表一切都还有旧 奴隶诵经回向 一切都会渐渐好转 去年朋友的妈妈得了胰障癌 她自己也因为脊椎骨刺 无法走路而痛苦 又逢家里经济困难 她的妈妈希望她去贷款 帮助家里解决难关 面对这一连串的打击 她向我哭诉 不知道该怎么办 蔡师兄很慈悲地说 紧急事件可以发信过去 她帮忙紧急请示 可惜因缘不具足 朋友因为信发不成功 所以就没请示 今年在相遇的时候 她的妈妈已经过世了 我内心感叹 业障来干扰的时候 常常会阻碍人的运途 让人看不清楚事实的真相 明明有改变的契机 业障干扰 却还是会让人错过 诵经的过程 也可能会遇到很多干扰 这些都是正常的 有些是业主菩萨 因为过去是被自己伤害太深 一时无法放下的干扰 这时候就要诚心诚意 且多加忏悔 业主菩萨本性真的很慈悲 只要您精进诵经 且诚心忏悔 他们都会被您感动 最后也会同意原谅您 减少干扰 等待您送完经回向 每当送经受到干扰时 我都会想到那些癌症患者 过去发生在家里的变故 朋友的母亲和家庭状况等等 人生真的很无常 要好好珍惜南送经的时光 别等到遗憾发生时 才来悔恨 为何当初不多精进一些 感恩牟尼金舍 让我可以对爸妈 及阿公 敬点 为人晚辈的孝道 弥补自己对他们的亏欠 往后的日子 我会更加努力送经 也鼓励家人多送经 让父母身体健康 家庭圆满 感恩 分享完毕 人生酬业 人的一生就像开着一艘船 在大海中航行 海上的风浪起伏 就像人生中的困难挫折 每走一步都是在历念我们 考验我们面对困难的态度 成就圆满人生的智慧 海上有风浪起伏 是自然现象 相对的 人生中充满各种困难 和考验也是正常的 人的潜力无穷 唯有在困境中 才能激起无限潜能 开发生成的潜力 来解决一切困难 风平浪静 无法锻炼出一位优秀的水手 太过顺遂的人生 也无法锻炼出面对困难的勇气 和圆融的智慧 上述有缘人分享许多人生中 纯遭遇的困难 家人出意外 得癌症 朋友的家庭困境 等等 这些都是人生中可能出现的无常 当这些意外骤然来您时 您是否想过该如何面对 是否有勇气面对 只要是人都会有生老病死 就像四季变幻 花开花落一样 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面对无常 其实我们可以很从容 人生中所发生的事 皆是轮回的轨迹 过去是因为无名 以及贪嗔痴 照下许多业障 时机成熟时 就会来讨报 业障讨报 可能会导致生病意外 家庭不和谐 工作不顺利 婚姻受主爱等等 这就是人生的各种不顺遂 若是过去是有学佛修行 广结善缘 行善不失等等 各种好事不间断地做 累积许多福报 待因缘成熟时 您的人生当然会过得顺遂如意 这就是因果定律 一切都是自己造下的 好坏都怨不得别人 无论您的人生是充满考验 或一帆风顺 都要学佛修行 逆境容易让人受挫灰心 顺境容易使人单逆堕落 我们要依循佛菩萨的脚步 将经典的智慧落实在生活当中 把困境转化成 把困境转化成抵逆自己 淬念智慧的养分 让顺境变成警惕自己 不因为安逸 而再度造下许多无名业障的借境 唯有如此 您才不会白来这世间一朝 人生难得佛法难闻 在人生还过得去的时候 就要把握时间精进努力 别等到无常来临时 才想到要补救 到时候身心面临的煎熬 肯定会比现在还要痛苦 要把人生的无常当成是正常 生老病死 本来就是人生常态 少数有缘人的例子 也可能发生在您我生活周遭 有佛法就有办法 综观金蛇部落格 这么多感应文分享 每篇文章都是 请示者的亲身经历与感应 您从中就可以看出 人生起伏的轨迹 也能验证因果真实不虚 您正过着辛苦的生活吗? 您找不到生活的目标吗? 您的人生正在痛苦中辗转吗? 您的家人朋友正为了生命困境 找不到出口吗? 来一趟牟尼金蛇吧 相信这会是您或您的家人朋友 改变命运的一丝希望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说明 防疫期间 暂不开放现场请示 请改由网络请示 魔尼金蛇 经由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士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借由实际解决 解决众生累结 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空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271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